我們大概資料抓下來,畫圖部分就比較簡單了 畫圖基本上就是按照每個月份 所以你們畫圖的部分一樣就是給它範圍 然後給它數據,上面的話是時間 所以時間軸的話,之前本來在第一欄 現在是變第一列 所以範圍可能要重新再框 這個當然細節部分我想跟前面類似 所以細節部分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你可以先畫一個淡水 淡水如果畫出來的話 鞍部也可以畫出來 把這兩個相差的部分找出來 再把他們兩個之間的差別的地方 做增加一個,應該是有兩個變數 然後最後把全部的折線圖畫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就可以把全部的側站的數據 就可以把它圖像化了 你可以很快知道說 哪些地方的氣溫的變化 甚至的話,其實在這個網站上面 它其實還有其他的,像中國的 比如中國的什麼 中國的好像沒有這麼多 還有什麼全球的 全球還有這麼多 還有什麼大阪、巴黎 全世界都有耶 所以假設你要針對的不是只有台灣的那個測站 而是全世界的資料的話 這邊一堆啦 那只是說我們假設針對台灣 它預設的話是什麼? 氣溫嘛對不對? 好像你們直接進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直接就是氣溫 但是問題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 就是下拉清單可以讓我們改變什麼? 把氣溫改變成什麼? 改變成降雨量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讓它可以從氣溫變成降雨量的時候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要切的話呢 變成說在這邊你要人工方式切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這樣點下去 它底下之下會變動有沒有 再點這邊氣溫 氣溫又回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下拉清單點擊之後 它會去變更裡面的資料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去點擊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呢? 可以在程式 我要抓的時候 讓它去變動成降雨量的位置 那要針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 降雨量的位置應該是在 所影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個 所以呢 如果下拉清單的話 第十個 因為呢 理論上它的所影值從零開始 所以假如說降雨量應該是 我如果要取應該是零 一、二、三、四、五 應該到第九啦 所以如果假如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在雲端上 我有放一段程式碼在底下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讓我切換什麼 將清單切換到降雨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段程式是下載那個降雨量的部分 其實這個程式碼跟上面的那一段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在哪裡 只有在這裡 將清單切換到降雨量這個地方 OK 可是難度滿高 是真的 它其實原理原則是這樣的 就是說呢 我去找到那個什麼 那個下拉清單的那個東西叫 那個 那個名稱 它叫Item 那我怎麼叫Item 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它的這個名稱 它會出現有沒有 它的ID什麼叫Item 有沒有 所以我去找一下它的那個名稱叫Item 然後呢 我給它一個 它的所影值是第九個 我剛剛不是算了 有沒有 它應該是 如果一開始是第十啦 可是因為所影值從零開始 所以我給它的所影值是九 在利用什麼呢 這個比較特殊 叫Create Event Create Event就是增加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讓它可以去Change 所以這個Event Event就事件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用程式的方式 把它跳到那個第九 就是編號九的那一個 所影值就降雨量平均 OK 所以其實如果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它就幫你把它切過去了 那同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那我要切別的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 我不要降雨量 我要其他的 我看這樣也要 封數好了 OK 假設封數 封數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算嘛 這第九嘛 0開始嘛 這個是9 10 11 12 13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要改的話 這邊就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13比較好 OK 還有啊 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如果不要改這邊 我要改的是這邊 我要改的是全球 我要抓的是全球資料 那怎麼做 很簡單嘛 第一步 按右鍵 檢查一下 一樣呢 找到它的名稱 它的這個什麼 ID叫什麼 它叫Location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 城市裡面是抓什麼 抓這邊的名稱叫什麼 叫Item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叫Location 它就會找那個Location的下拉清單 那一樣告訴它第幾個 第幾個我看 這個是0嘛 1、2 所以你給它2的話 它也會幫你切哦 所以以後 假設說 你要的資料是在某一個下拉清單裡面的話 你可以利用呢 我雲端上面的這個地方 應該在第七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把它加在哪裡呢 加在你當你把資料連結到那個網頁之後有沒有 然後讓它可以切過去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這個地方 我把 這邊 OK 我把這些資料先清空 圖刪掉 那在這裡啦 所以我把這個 這邊先讓它跑一下 我把它貼到這裡 OK 然後我一樣按F8好了 我這邊 這邊有多了一個叫Visible 這把這個 IE點Visible的E啦 就讓它可以看到 OK 我按F8組 好 先Clear掉 然後一樣 連到它那邊 然後把這個 目前的話呢 它會停在台灣跟氣溫 所以如果假設 我讓它先停三秒鐘之後 等於是把資料 那這個地方就是讓它切 所以這一段程式 以後你們可以自己拿去變動 讓它切 所以一樣 切到第九個 然後呢 讓它產生Event 然後讓它去 針對那個 瀏覽器 讓它去變動一下 好 這個地方 執行這個 Dispunch這個Event 那你可以切到這個瀏覽器來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降雨量了 OK 不過呢 可能切的過程當中 它還要再載資料 所以底下 我又讓它停一下 停個一秒鐘 不過如果假設 一秒鐘不夠的話 你可能再增加一下 可能三秒鐘比較保險 可是這個數字是可以變動的 好 那假如這樣的話 我就抓的話 你會發現我抓到就是降雨量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就會增加一個全年降雨量出現 全年降雨量 你看我底下好像一樣是把N跟O給刪掉 一樣 其實底下都一樣 沒什麼變動 再來的話就是可以把全部的折線都畫出來 那你會發現畫出來 就會是那個什麼 全年降雨量的相關資料 可以看出來 像那個北部的降雨量都集中在 應該是 這個台北的話降雨量好像比較集中在 夏天也蠻危險 反而冬天比較 剛好跟基隆不太一樣 花蓮 宜蘭好像跟 跟基隆蠻接近的 OK 其他縣是 那高雄你會發現 跟北部 南部跟北部差蠻多的 有沒有 它集中像台中高雄好像 屬於好像是 西南季風吧 所以 反而夏天比較會下雨 可是冬天基本上就不太下雨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喜歡下雨的話 可能冬天可能往南吧 然後呢 夏天往北 這樣的話 基本上不太遇到下雨 然後其他的話 當然都類似這樣 降雨量部分 如果假設你要換成別的資料的話 我剛剛講 你就修改一下 比如說你說老師 我不要那個什麼 我不要那個降雨量 我要把它改成其他的 比如說第幾個 哪一個 剛剛氣溫嘛 日照時數 這個0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日照時數很簡單 剛剛的程式 你只要改動哪一個數字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這個不用改 應該是這個 SLED INDEX 把它改成0就好了 日照時數應該就出現 我看一下 日照時數 那它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 日照時數 它會自動切 然後關掉 那再來就是把這邊先刪掉 然後再全部 跑一下 日照時數這邊就出現了 好啦 那其他就類似啦 所以 最後的話 那個降雨量部分的話 你們其實就是 再增加 把剛剛的程式 就是加上這邊這一段 將清單切換到降雨量的地方 那你其實是可以針對這個地方 我本來是9嘛 你可以改成其他的INDEX 記得它是從0開始算 那如果你要切別的的話 你這邊可以去找一下他的ID名稱 那ID名稱記得 我剛好特別按右鍵 有沒有這邊按右鍵 檢查就知道ID名稱了 有沒有 SELECT 這個叫下拉星單就選取嘛 SELECT ID就是這個 那你可以把這個名稱給變動 假設你把它複製之後 切到那個 假設啦 如果你要變動是這一邊 下拉清單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 貼到這邊就可以OK了 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蓋過去 但是所以你只是看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你要全球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就是改成2就可以了 他就會切到2 OK 切到2 我看一下 你如果這個假設切到2的話 他最 預設就變成最低氣溫啦 OK 不過那你這邊切 這邊如果要想要切 那可能就再寫一次 讓他變更的這個敘述 再去抓資料 這樣應該都OK了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練習 就是有關爬蟲跟這個 這個資料視覺化的練習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請各位一樣 再把它做個練習 把剛剛的那個高速公路的那個 交通事故 跟那個氣溫降雨量 也許把它放在同一個檔案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一樣把它儲存一下 那這個也許就是IE物件爬蟲練習也可以 這個名稱也許就是 所以今天還是要教一下作業啦 就是IE物件爬蟲練習好了 給這個名稱好了 OK 那記得一定要啟用聚集活業部 然後把它存一下 我一樣把它存起來 存在我的隨身碟 OK 試一下